HIGH 今晚的話來祝福說這間POPPOP客旅店 那這邊都要進來的感覺 我覺得質感還蠻不錯的 那這裡離台北火車站其實走路大概五分鐘的路程而已 進來看房間的大小還算可以 然後有它有一個小冰箱蠻貼心的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密碼的保險櫃可以讓我們使用 還有它樓下也有一些 譬如說大件行李的話也有一個行李可以放置箱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像如果你自己沒有自帶自己的旅行牙刷的話或牙膏 它也會詢問你說看你有沒有需要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環保上面是還蠻講究的 然後空間大小的話 就是以個人旅宿來講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以房間來講的話 因為我這次是住沒有窗戶的房間 可是今天下午 來確定以後看到一些它有些房門整理還有打開 看到有些 靠窗戶的房間 其實我覺得明亮度蠻不錯的 所以我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先來住一下它的 靠窗戶的房間 那這邊我住一晚的話 訂完房再加手續一晚大概900塊錢左右而已 雖然會有點超過我的預算一點點 可是 整體的質感看起來 我都覺得還蠻不錯 包括床鋪 枕頭 還有 它附的設備整個質感 我是覺得相當 以這個教育來講 也算相當合理啦 那以個人的房間來講 可以接受 那 如果是兩個人的話 可能它有些房間看起來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 如果是兩個人來住的話 我是覺得說 兩個人一間房間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說 其他還有其他可以選擇的房間 OK 那 這次是住這家旅店 博博客旅店的 感想 然後 就 給你們做參考 下次 你們也可以來 住住看 考慮看看 OK 好 就這樣 拜拜